一个鲜花般灿烂的生命凋零在加拿大这片广末的国土上 一个冤魂从此在这儿游荡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仰望天空 我仿佛看到小雨还在哭泣 因为她再也不能和亲爱的父母拥抱 聆听世中 我似乎听到了小雨愤怒的谴责 为什么加拿大联邦政府不能保护她的安全 给她一个平静快乐的青春联华 我们都深深地知道 这个悲剧是有一系列因素导致的 加拿大联邦政府没有能保护好加拿大人民 是应该承担其曾经承诺的责任的 在此 我们郑重要求 加拿大联邦政府应该向受害者小雨家庭 做出巨额赔偿 以抚慰几近被被动摧毁的心灵 在此 我向受害者小雨默哀 对受害者小雨家庭自己深切的同情 为了悲剧不再重演 我们希望来到加拿大的每一个人 都要热爱这片土地 都要呵护这里的一草一木 努力工作 成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者 和美好生活的捍卫者 我们也希望 每一位警察和军人 都要努力成为真正的勇士 都要承担起保护国民 捍卫边境的神圣职责 今天为受害者小雨举行的悼念集会 也是一次为了千千万万华人 乃至加拿大各族裔家庭的安宁 而集体发生的一次正义凛然的活动 我们大家要迎着狂风暴雨 继续坚定前行 我们要手挽着手 坚并着坚 共同前进 谢谢大家